我們兩個星期就住在後面這個大廈的Airbnb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 超多 這裡回來了 全部都 接下來在Crocco十天 選了一個市中心的淡王區 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 喉嚨有點輕 很好吃 它是很軟熟的 我們在華沙兩個星期現在就離開了 終於都 兩個星期內我們都去了很多地方 很開心 下一站我們現在會搭火車去Crocco Bye Bye 我們兩個星期就住在後面這個大廈的Airbnb 現在我們就準備去搭的士 然後就會過火車站那邊 我們現在就準備南下 現在準備去Crocco那邊 火車站 再見 我們已經到了火車站 今天呢 你看到很大霧啊 海獅神流 現在是 今天是11月6號 才是日子來的 很大霧啊 完全是看不到那些建築了 已經 其實現在是很冷的 現在呢 今天只有4-10度 因為我們搬行李 我搬到很熱了 這裡就進去火車站了 我們繼續吧 進來火車站的大堂 一來就會看到這個Display 我們有一個火車就是9點幾 全部都是9點幾的 I can't really I can see Cracker Line 43 Yeah Crocco G KG 因為我全部都不會看的 全部都是波蘭文來的 Anyway 我們已經知道月台是在哪裏 來到這裡才看到 上網的時候是看不到的 原來這裡有麥當勞 還有一些店 店 也挺漂亮 前面這裡有得買票 這個Hunter的地方 我們就是提前上網 那裏網上買票的 亦都選了座位的了 現在其實是8點9 我們主要 通常都會早點來到 搭車那裏 或者搭飛機那裏 我通常都會早點來 看看環境是怎樣 稍後再見 這裏月台1、2、3、4 都是下去的 那3、4我們就要去那裏 現在就已經來到月台等一輛火車了 好可愛的 原來它是沒有閘口的 你自己進來火車站 然後搭電梯下來月台 去相對應的月台等車 直到上車 不會有人檢查票 除非可能在車上 就會有些 優惠的那些 可能有機會檢查你的票 火車應該快到了 兩個半小時就會到 Cracau Penas,你的時間在Warsu Fantastic 我感覺我們不夠時間 我們還沒去到餐廳 你很興奮看到Cracau嗎? 哇,我們很快會在那裏 我們接下來會在Cracau 會留10天的 我第一次去 希望這10天可以帶到 我們體驗Cracau的一面 給大家知道和了解 有機會的話 大家都記得來波蘭旅行 我們在看會 好嗎? 好,好嗎? 好嗎? 對,好嗎? 好嗎? 是嗎? 我現在是想要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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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也有很多 我們不是擁有那些 我現在是想要重新的 我現在是想要重新的 這裡有免費水飲 它有有氣狂泉水 或者有普通水 原來上車真的會有人檢查票 現在正在檢查票 前面這個職員會逐個乘客去問你拿電子票 或者可能實體票 對回資料 所以真的要買票才上車 大家千萬不要 就走來乘這個免費火車 是不行的 試一下波蘭抗泉水 我們沒看過這個 當然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火車上有什麼吃的 價錢我覺得也不錯 跟普通外面餐廳吃的差不多 首先是有早餐吃的 這裡大概就是價錢 三文治還有沙律 波蘭的湯 這些忌廉湯 還有他們這邊有番茄湯 這裡就是主菜 有意粉 還有漢堡包 最後就是甜品 然後有些蛋糕 飲品 好 飲品 這裡有些咖啡 還有有普通的一些果汁汽水 大致上就是這樣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11點了 那我就 打算帶大家 還有我自己 去走一下這個火車 看看這裡究竟 這個設計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剛剛就自己在那個車走過來 咦 這裡有廁所 門全部都是自動開的 那我現在打算 其實會去一個 飲品飲食吧那裡 打算看看 咦 這一車就比較多人 好可愛 前面就是應該 買東西吃和買你什麼地方 那這些乘客呢 可以自己過來這裡看 有些巴桌 咦 這裡還蠻舒服的 原來 曲奇啦 朱古力啦 飲品啦 少少迷你型的巴桌 那這裡就好像有點熱飲 好 歡迎來到Cracker 好 我們已經到了 現在呢 就會先騎一下 因為住宿那裡 還未夠時間 check in 現在呢 就在這架 tram上面 我們現在會先去住宿那裡 那剛剛火車完了之後呢 選擇搭這個電車 因為便宜一點 而且都很近我們住宿的位置下車 讓大家看看這個環境 說這麼快就來到住宿了 接下來在Crocco十日 選了在一個市中心的南王區 方便步行出入去參觀和吃東西 不過有一個地方留意 這個單位就是一個要走樓梯上的大廈 大家看到嗎 後面有一間拉麵店 這間拉麵店呢 我上網看它是非常之出名的 也有很多人介紹來這裡吃的 它現在是排長龍 可想而知 日本東西或者拉麵在外國 譬如波蘭這裡 真的很多人喜歡吃 因為我們每次去的拉麵店 都很多可能是本地人 同之不是亞洲麵紅 超誇張的 如果你們來這裡做生意 我們都很驚訝 原來他們都會排隊吃東西 就是這裡外國都會排隊吃東西 不只是香港才會排長龍 在英國沒有見過這些作物 英國很少 星期日的Crocco 我們現在就來了一個市集 打算去買一個這裡很出名的Pizza Bread 看到很多人都在吃的 去這裡是外賣形式的 有很多小檔口 大概是這些檔口仔 是波蘭傳統的一個 長條麵包的Pizza 你當是 好吃的 超級熱鬧 這個時間 超多人 終於是食物 哇 放著放著放著 但要小心 另一邊 其實是一份 一份 切開兩邊給我們 我們可以分享 這個就是15SWAT 這個是超好吃的 可以試一下 這個好好吃 這個麵包是很軟熟的 我們點了蘑菇芝士 炸洋蔥 然後有蔥 還有 有些茄汁和麻辣 這個很好吃 波蘭名物來的 大家一定要試 我們剛才吃的那個Pizza Bread 它就叫 Shapik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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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done Shapikanka Sooner will be Shapka Shapikanka 就是那個麵包長條 那個Pizza Bread 它有很多不同的配料 你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好吃的 好吃的 還有很多檔 在一個元朵的建築物 它有很多間小檔口 有些會便宜 有些會貴一點 如果你們到時間 即是來這裡試吃 Shapikanka 你們就可能可以 I just wanna say You're pronouncing it pretty well And it's a long word Well done Well done The day is really cold I'm surprised you're surviving here 好冷啊 其實現在只有6度 好像在雪櫃裡面一樣 現在記得我穿了很多衣服 有些當地的人 不像我穿那麼多 看看剛才那裡 如果你們真的在那裡試 你就可能有時間的話 就去隔一隔 那間間價錢 都有一點點分別 但是味道應該差不多 只是說而已 那些隔壁 你忽然會看到這些馬車 整件事 很自然 就發生了 裡面那個穿得很漂亮 現在就來到 這個 快到了 Old Town那邊 這條街 都很 很漂亮 它的設計和建築物 感覺是有點懷舊 因為它真的 挺舊的 這座教堂前面 就有十二門徒的雕像在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 歡迎可以隨便去拍照 不過今天 星期日 我覺得整條街都很熱鬧 還有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 不知道我們接下來之後 再出來走的時候 平日會不會 少人一點呢 現在真的很熱鬧啊 有些小朋友在這裡練舞 還在跳舞 還在跳舞 好多白甲 超多 他們原本全部都是在地上 然後呢 全部一起飛 超多 全啊 好可怕 超多 超多 回來了 這裡 全部都 超多 超多 超多小朋友在餵他們 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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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觀 就是 這裡的馬車 好像的士一樣 在排隊 看到嗎 超長 這裡起碼 2 4 6 80 應該有十多架 排隊 大家看看 有不同顏色的 有白色 然後有白色 配啡色 這個斑點 很漂亮 這個應該在吃東西 在吃午餐 我猜 哇 全部都很漂亮 全部都 好啦 大家呢 看到我越穿越多東西 在我的身上 我連帽子都戴上 因為真的有點冷 現在呢 其實就 大概是9度 那我們這條片呢 去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啦 接下來我們一連十日 在QAKER的旅居之旅 就正式開始了 很期待 明天開始呢 我們就會正式去參觀 這個 這麼漂亮的城市 下條片再見 拜拜 知不知道這杯是什麼來的呢 這杯呢 其實就不是咖啡來的 這杯呢 是一個 Milk Rind 熱紅酒 那裡面呢 有一個檸檬 還有一點點 調味料 那它喝下去呢 就是跟我們上次的WASO 是一樣的 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呢 喉嚨就輕輕的 有點辣辣的味道 絕對是暖身的 冬天喝這些 有點像薑茶那些feel 但是這個就是熱的 你當是熱薑茶 但是就是紅酒 我們這個呢 是200ml 那就是 12SW 都挺划算的 20元一杯港幣 這裡 這裡 飲熱紅酒 天氣冷 暖粒粒耶 喝完 我們差不多喝完 就快走吧 哇 如果這個酒呢 在冬天來說呢 譬如你負寧夏的溫度 或者再冷一點去喝 一定是很舒服 就好像你喝一杯熱茶那樣 看到嗎 這個呢 又是波蘭的名物 當地傳統的冬粒 就不同美國 就是中間有個洞 好像香港吃那些 這個冬粒呢 就好像一個麵包 裡面呢 就有不同的餡料 不同的味道 那我今次選這個呢 就是海鹽焦糖味 很好吃 它是很軟熟的 而且它是沒有奶油的 它裡面是有一點點醬 都是十分推介大家 如果來到波蘭的話 一定要試 這一間冬粒店呢 它也是一個連鎖的店 那你在街頭上面呢 你都會周不時看到 有它的蹤影 大家是絕對可以 試一下 那它這一間呢 大概是 7SWAT 那我現在先吃完它 來到今天的晚餐時間 來了我們Airbnb附近 鑽角的一間 經典波蘭餐廳 吃他們這裡的傳統地道菜 飲品叫了兩杯Compot 都是草莓味的 主菜就叫了這個 免治鴨肉的餃子 熱煮的方式烹調 第二個主菜就叫了一個 野口一點的烤豬手 配薯仔 再加點酸瓜 兩個人吃的份量 大概160港元 吃到是很飽的了 今集由華沙到 克拉科夫的影片 分享到這裡差不多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